我们现在转到非其次线性方程组 那么对非其次线性方程组 我们从一开始我们解的就是非其次线性方程组 当然那类的立体我们都是可以求解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个先看这样的一个立体 我们先去求解 x加上10z等于5 和3x加上y-4z等于-1 4x加上y-6z等于-1 我们解这样的线性方程组 那这是非其次的 这是非其次的方程组 所以我们把它的增管矩正 我们要对增管矩正做初等变换 这是1-0-10-5-3-1-4-1-4-1-6-1 我们把其次部分 把非其次部分我们把它隔开 1-0-10-5 我们把第一行乘上-3加到第二行去 这个不变 乘上-3 那么-3是4 嗯 -3是4 那么乘上-3-16 乘上-4加到最后一行去 这个不变 乘上-4 那么这-4加6-3是4 乘上-4加上-4-9 然后我们把这个第二行 第三行直接减第二行 就变成什么呢 0-1-3是4-16 16,然后0,0,0,-3 那这就没有解了,因为最后一行会变成什么呢? 现在我们对应这个方程组是什么呢? x加上10z等于5和 y-34z等于-16 和0等于-3 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肯定没解,所以它是无解的 那么无解的方程,我们叫做不相容方程 好,我们叫做不相容和不相容的方程 或者叫相容的方程组 叫做是有解的方程组 不相容方程组 它是无解的方程组 那么什么时候有解,什么时候无解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非其次方程组 就是增管矩阵的质 增管矩阵的质 前面这个是A 合起来是AB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很显然可以看到 第一个 如果是矩阵的 组数矩阵的质 小于增管矩阵的质 那么肯定是无解 那么我们第二个 我们是如果组数的矩阵 等于增管矩阵的质 等于增管矩阵的质 它是有解的 这个是有解 当然这其实分两种情况 这还可以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 我们 组数矩阵的质 等于增管矩阵的质 而小于 它的位置圆的个数 那么这个是有无穷多个解 而 组数矩阵的质 等于增管矩阵的质 等于N 那么就是 有唯一解 这个证明是比较简单的 从我们立体可以看到 那这个证明 像第1个题 RA A A的质 小于 它的增管矩阵的质 西数矩阵的质 小于增管矩阵的质 那它的行接替矩阵 它最后一行会成什么来 最后一行 我们 或者是行最减矩阵吧 行最减矩阵可能会更好一点 会变成什么来 最后一行会变成 0 0 1 这种情形 那么所对应的方程组就是变成0等于1 所以是无解的 如果 如果 RA 等于 RAB 那么肯定有解 我们是有 有解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会对应这 我们然后把它变成 含最减矩阵 我们把它变成含最减矩阵 那它这个是这个是可以是相容的 那如果说是变成含最减矩阵以后 那就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我们把它变成含最减矩阵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 基本元可以放在一边 基本元可以放在一边 把自由元放在另外一边 或者说 我们其实肯定是有解 那为什么呢 如果划成含最减矩阵 那么 如果说 RA 等于 RA B 小于N 那么我们把基本元把 把自由元全部放在右边 自由元 移到右边 我们就得到 然后令自由元 那自由元移到右边 那么就是它的解就出来了 那么基本元就给出了 自由元也可以任意取任何的值 这是有 无穷个解 因为自由元可以任意取值 那如果说是 RA 等于 RAB 等于N 那就是没有自由元 它没有自由元 它会变成什么呢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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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例如说是 B1 0 1 0 B2 然后是 0 0 1 这是 Bn 那么我们就得到的 得到的解 得到解就是 就是x1到xn 直接就等于右边的 B1到Bn 它的方程组对应的就是 x1等于B1 x2等于B2 所以它的解是唯一的 这是 我们 非其次方程组 它的解的定义 如果它的 至 系数举定的至跟增广举定的至相等 它才会有解 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它也有两种 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无强度的解 有一种是 一种是唯一解 那我们看 另外的一个立体 我们解线性方程组 我们解 这样的一个线性方程组 2x加上3y加上z 等于4 然后x-2y 加上4z 等于父母 和 3x 加上8y -2z 等于 13 最后一个是 4x-y 加上9z 等于-6 那我们求解的方式 我们仍然是一样的 把真观矩阵写出来 就是 2314 1-24 4-5 3-8 -2 13 4-1 9 -6 我们现在做初等变换 那么初等变换 像我们 以前讲过的初等变换的技巧 我们每一次选 最简单的 那么第1行第1个数字是2 我们最简单的数字在这一列里面 最简单的数字是1 所以我们把第1行和第2行先交换了 用1来做变换 这个要简单的多 我们每次都选个最简单的数字作为基础 那么我们把第1列的下方 第1列第1个元素的下方全部变成0 那么乘上负2加到第2行去 这是7乘上负2 那么这是10-7乘上负2 那么10 14 乘上负3加到第3行去 那么这是乘上负3 那么这个就变成14 乘上负3 3-4 12 负12 那么这是负14 乘上负3 那么变成28 然后乘上负4加上来 负4 那么8-1这是7乘上负4 16 负16 那么负7 乘上负4 那么20-6 这是14 我们看第2、3、4行 全乘比例 我们把 这是1 负2 4 负5 这要隔开 然后是0 我们把第1行除 把第1 第2行除以7 就变成 变成1 负1 2 然后 用都乘比例 实际上在 啊 我们把最 在这里直接减去 我们还是先 一步一步一步的做吧 7 负7 14 我们乘上负2 第2行乘上负2 加到第3行去 然后乘上负1 加到第4行去 然后我们再把第2行 除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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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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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写成韩最简矩阵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写出它的解 所以x1x2x3x4 等于什么呢 那么自由元是x3 那么x3另x3 只有x3没有x4 自由元是x3 所以这个把另x3就等于1 那么x2x2所对应的 x3的系数是-1 所以x2就直接写成1 x1对应这x3的系数是2 所以变成-2 然后外面乘上一个c 你不写c的话 你把它写成x3也可以 那实际上x3就直接等于c 现在是x3直接就等于c 是一个任意常数 那么 令x3等于0的话 就得到的是一个特殊的值 是这个叫做特解 特解以后 当然我们说这里 可以直接写解 这就是-1 这个非其次项 对应的是基本原始1 所以是-1 2对应的基本原始x2 所以是2 我直接看这边的数字就可以了 这是非其次方程组 我们求解 当然说我们在第一个视频 在这一章里面的第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就讲过了 我们看一下一种一些特殊的情况 经常出现的 我们出现的这个题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方程组 它是这个样子 -2x1 看要不要换一个 -2x1加上x2 再加上x3等于负2 x1-2x2加上x3 它是等于A x1加上x2 在-2x3等于A的平方 我们问 A取什么值的时候 方程组有解 并求它的通解 如果有解的话 求出它的通解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的题 我们这里还只有一种情况 我们只有一个A 我们这只有一个A 如果有两个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有别的情况出现 我们先看这个题 我们先把 先看H什么值的时候 它是有解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增管矩阵写出来 增管矩阵是什么呢 增管矩阵 这是负2 1 1 负2 1 负2 1 A 1 1 负2 A的平方 主动矫线都是负2 对于这种 类型的 我们其实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那我们看每一列 每一列的数字都是一样 而且它们加起来都是0 所以我们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比较直接的方法 我们直接把所有的行都加到最后一行去 全部加到最后一行去 那么我们看系数矩阵的前面就 全部变成0了 全部加到最后一行 那么a的平方加上a减2 这样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质 那么我们看前面的系数都是0了 那么要有解的话 a必定是a的平方加a减2 一定要等于0 所以说 但是前面我们还看看 前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变换 为了以后 之后我们总是要做的 我们先把1掉到最前面去 1负2 1a负2 11负2 0 0 0 a的平方加上a减2 我们可以再做一下 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其实要用得到 第一行乘上2加到第二行去 那就变成0 那就变成0 0负3 乘上2加上来 这是3 那么 乘上2加上来 就是2a减2 然后0 0 0 a的平方加上a减2 a的平方加上a减2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了 前面系数矩阵它应该是2 前面系数矩阵是2 如果说a的平方加a减2 不等于0的话 它就是没有解 所以我们的结果 我们很显然我们可以知道 a的平方加上a减2等于0的时候 方程组有解 那么a的平方加a减2 那么就是a加上2乘上a减1等于0 所以a等于1和负2 它有解 那么有解 那我们有两种情况 所以说第一种是a等于1的时候 那么ab 用我们刚才算出的结果 这个变成1 负2 1 a等于1的时候 这是1 0 负3 3 a等于1的时候 这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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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行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写 我们变成1 负2 1 1 1 0 我们除以负3 变成1 负1 1 然后我们把第二行乘上2加到第一行去 变成1 0 负1 1 0 1 负1 0 这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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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的方程组的解 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 这是x1 x2 x3 我们是用的x1 那么直接写出来 那么x3是一个自由元 那么如果x3等于1的话x2等于1x1也等于1 这是c 那么再加上我们这个一个特解 就是当自由元都是0的时候 那么这是1这是0 或者说我们要直接写解的话 右边的这个常数对应的就是自由元的 对应的就是它的基本元的数字 这是我们的非其次方程组所对应的这些 理论和立体 当然我们还会有些别的 别的一些我们更复杂的一些这个题目 我们有些更复杂的题目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不再去 我们不再去多讲了 这是有一个未知元的情况 我们可以试一试 我们可以试一试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那么这次第9第3个题 我们可以把它弄得更复杂一点 那么x1加上x2加上x3加x4等于0 x2加上x2加上x3加上2x4等于1 负x2加上x2加上x3加上x3加上x4等于1 3x1加上2x2加上x3加上x4等于1 这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b一个是a 所以问ab取什么值的时候 一个是无解 有唯一解 有无解和无穷多个解 我们问的是这三种情况 那么有无穷多个解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通解解出来 唯一解的话 它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出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把a和b我们放在一起 这个增贯矩阵等于这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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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 2 2 1 -1 0 0 这是x2 所以是0-1 a-3-2 这是b 3 2 1 a-1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我们第一列只有一个 除了第一行以外 除了只有一个不为余 所以我们把第一行乘上-3加到第四行去 所以这个前面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乘上-3加到第四行 这是-1 这是-2 这是-2 乘上-3 的话 a-3 那么这个不变 好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说做初灯变换 那我们就是一列一列的做 好 那么第一列做完了 那我们把剩下的行里面看第一个非零行 非零列 好 那我们第一行就不用管了 我们把第二行 加到第三行去 这个变成0 这是a-1 这是0 是b加上1 好 那我们加到第四行去 这个变成0 这是0 这是a-1 这是0 好 这个是0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是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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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1 等于0 而b加1不等于0 好 第一种情况 a-1 a-1 等于0 b加1不等于0 用这一下 对 那么就是5解 也就是说 a等于1 b不等于负1 这是5解 其他的是0 好 这是a a和b 那么这第一种是5解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使得它有唯一解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种 它是解体型 如果a-1不等于0 那么它的解是唯一的 a不等于1的时候 它是唯一解 当然这个唯一解 我们不管b等于多少 它都是唯一解 好 我们不管b等于什么 都是唯一解 那么a不等于1的时候 那么我们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再做一个变换 我们把第二行成上-1加到第一行去 1 这是0 -1 -1 -1 第二行件第一行 第一行件第二行 那么是-1 然后是0 1 2 2 1 是0 0 我们除以a-1就变成1 0 b-1 除以a-1 最后是0 0 0 1 所以我们x4就等于0了嘛 x4等于0 x3等于a-1分之b-1 b加1 然后前面x1和x2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我们可以算得出 当然我们可以算得出 我们也可以把它算得出来 这是比较麻烦 写出来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A B 它等加于 这是1 0 -1 -1 -1 0 1 2 1 0 1 0 b加1 除以a-1 0 0 0 1 0 0 我们把 我们把 最后一行乘上-2加到第二行去 然后直接加到第一行去 这是1 0 -1 0 -1 0 1 乘上-2加到第二行去 这是0 这不变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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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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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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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右边的这个 右边的这部分就是它的几吗 X1 X2 X3 X4 就等于这是B加1除以A减1减1 1减去2倍的B加1除以A减1 B加1除以A减1 这是A3是V解 那么总是可以求得出来的 那么第四 第三种情况就是有无穷多个解 无穷多个解 那么从我们刚才的这个阶梯性矩阵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阶梯性矩阵这里看得出来 那么A要等于1 A等于1 而且B要等于负1 这是无穷多个解 无穷个解 那么我们知道A B 这等于什么呢 A B 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 无穷个解 那我们就把A减1等于0 B等于B加1也等于0 所以它的情况就是11110121221 好像是这样啊 好 那么后面的0我们就不写了 那我们把第二行加到乘上负1加到第一行去 所以变成10 所以变成1010-121-1012121 那么这里有两个自由元 X3和X4 所以它的解 X1 X2 X3 X4 我们念X3等于C1的话 那么X3 它本身是1 X4 跟它没关系 那么X4等于C2的话 好 那么X1 它的飞翅 其实像是X1和X3 就是自由缘 全部取0 所以就这变成 这是-1 1 0 0 就是我们先说 飞翅是方程组 我们怎么样去快速写解呢 我们的前面 前面这是X3和X4去自由缘 那么它的特解是X3和X4 所以自由缘都取0 那么X1等于-1 X2等于1 好 X3取1的时候 X4对应的X3这些的系数 那么就是 对应的X3是-1 所以这是 编个符号是1 X2对应的X3是2 所以编个符号变成-2 好 X4这些对应的是 那么X1对应的X4的系数是-1 所以变成1 所以变成1 这是01 X2对应的X4的系数是2 所以是-2 所以这是非其次方程组的通解的写法 当然你如果不熟悉的话 你可以把方程组写回 变成杭罪减矩阵以后 你找出它所对应的方程组 你把它的对应的方程组写出来就是了 你去把对应的方程组写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求解也可以 那么这是非其次方程组 它的解的理论和它的求法